大家好,这里是商业美食 石榴你还在一粒一粒的包吗? 那也太麻烦了吧 你信不信这一大碗我就花了一分钟的时间来包的 看一下,粒粒完整,而且方法超级简单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在石榴的头部切一个正方形 少哥美女们,这里一定要下手轻一点呀 稍微划上两刀就可以了 然后把切好的正方形给掰开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石榴的果肉是有分层的 我们就按这个分层像这样子把它划开 大概划四道,这里也一定要轻一点划 全部划好之后,再从上面轻轻的掰开 那这样石榴果肉就全部的露出来了 粒粒完整,简单快速又方便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个盘子和一个勺子 准备一个锤子也可以 将石榴倒扣在盘子上面 然后再用勺子敲打在石榴上方 这样果肉就掉落下来了 还有一些性格比较倔的石榴 我们用手给它扣拉下来 这么一大碗石榴 就关注我 那么你就学费了 好了,我们下期再见咯 好 好 谢谢观看